框线物件要怎么去使用 在讲框线物件之前 特别注意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在某一个范围 去做那个框线设定 那以往的做法 就是你先把范围选起来 那第二个是再加上框线 我的习惯是从这边加框线 那你也可以有个所有框线 那所有框线 一般的仿间书记还有一种方法 它就叫你录制具体 也会帮你自动写程式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聚集 就是有一些程式你不会写 你有没有 你也可以用录的 但是问题录下来的东西 你们等一下可以录录看 录完之后 哇 程式至少几十行 但是实际上 你只需要写一行 OK 所以你想说 那聚集自己就会产生 我们用录的就好了 问题是它录下来一堆 你不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给你 那你以后写出来的程式 哇 那根本不能看啊 OK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 也许聚集它只是过度一个 过度的产品 过度的那个 自动会帮你写一点程式 当然你可以参考 这个是有参考作用 可是你不可能说永远依赖聚集 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我想你如果有录制聚集的同学 应该很了解 有用过吧 OK 所以就功能在这里嘛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就自己先录制聚集嘛 那录制按下去之后 他会问你说 能够聚集名称叫什么 也许你给他一个叫 框线好了 OK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你就怎样 你所有的动作 他都会帮你录下来 包含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常用里面的所有框线好了 假设这个地方 加上去之后呢 你做完了对不对 那你就在开发人员这边把这个聚集停止掉 那停止掉之后 你可以在聚集里面找到一个叫 Marco 3 因为我刚刚没改了 如果你有改的话 那个名称就是Marco 3 那这个Marco 3 它可以怎么 你可以当然 假设我把它清除掉 如果你再去执行那个Marco 3 它可以让你执行 它就会把框线加上去了 你想说这样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问题有个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Marco 3 编辑的时候你会发现了 他帮你写出来程式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这么多 总共大概至少有几十行吧 看一下这边好像我们里面 呃这边可以产生 行号 看一下这边好像也可以把那个行号给叫出来 行号在哪里 找不到 没关系哦 那里面有一个可以显示行号的功能 这样 OK好 那大家再看 那基本上 它给你一大堆 那其实我们基本上 如果假设我们用程式撰写的话 那不需要写这么多 那写 其实像我这边 写 其实只有一行 按下去 结果是一模一样 可是程式 真的只有一行 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去撰写这一行程式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一样 在我们的模组 模组里面怎么样 插入一个什么呢 程序 这个程序名称的话 也许我对应到那个 我将来的按钮 也许叫加框线 实现 OK 假设我插入一个什么呢 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 是出入加框线 实现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我产生 产生头尾了 我这个假设 话还没写 好 那怎么样加那个实现 其实你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一个物件 这非常重要的物件 在VBA里面 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仅次于那个Sales Sales是单一个储存格 我们指定哪一个位置 哪一列哪一篮 那可是如果说呢 你今天不是单一个储存格 你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当然 你就要知道说 我的范围从A1 一直到什么 到G7 这个范围 我要帮我做什么呢 加框线 那我要怎么加框线呢 你这个时候可以打一个range 其实一行程序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刮户之后呢 你可以告诉他说 我从A1 那不过这个地方 你可以给他一个字串 A1到G7 这个范围 好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定义 这个范围 把这个范围 把这个范围当成是 你可以控制的一个 用range去定义出一个范围 你用这个范围 你可以去控制 这个范围 你要做什么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范围了 第二个的话 你要做什么 去把他的框线 做个变化 那框线的话 当然第二个 你要了解 在VBA里面 这个第二个物件 这个物件 其实就是 所谓的 其实就是 一个子物件 这个物件呢 实际上就是 对应到什么呢 框线 那框线的话 其实就是 在VBA里面叫boulder 而且叫S boulder boulders 为什么 好像上礼拜有提过 因为它有四条线 所以基本上 它是负数 所以boulders 这个把它怎么样 你可以按空白键 或者是你的滑鼠 点它两下 这个boulders 你要做什么呢 点下去 那我前面讲过 物件要控制它 大概就两个重点 不外就属性 不外就方法 那如果说 你要变更它的外观 其实这个是属于一个属性 那那个属性 其实用拆的 应该也可以拆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在VBA里面 做程式撰写 有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不是要你去背 哪些属性可以用 其实它有的时候 都已经有给你 相对应的名称了 所以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什么 有没有 线条 有没有 Line的什么 style 所以那个Line style的 你把它点两下 或空白键 那等于什么呢 你要告诉它说 我今天要加一个什么 一个实线 那可是问题啊 那个实线 假如说你不知道 后面要给它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名称 叫做实线 就是把那个名称 告诉它说 请你帮我把那个范围 用一个 这个什么 物件 这个Bolder物件 去帮我做一个设定 但是问题是 你不知道的话 怎么办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等号 等于什么 后面不知道 你在Line style上方 有没有 点一下 按一个什么 F1 这个F1实际上 就是call help 就是在VBA里面 call help 那实际上 我是建议就是说 这个Line style都出来了 有没有 那实际上 在VBA里面 很多东西 书里面都没有讲 但是你可以查得到 它其实都有 官方的说法 那只是说 书里面 没有特别讲这一段 因为我的 其实 曾日写久了 自然就知道 有一些诀窍 那这个诀窍 就是你可以查 那怎么查 F1之后呢 它会跳出一个Line style Bolders的Line style 你把它点击进去 这个时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相关的参数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个超连结 叫做XL Line style 你就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今天要是连续线的话 那用这个参数 或者是这个参数 其实你可以给名称 名称的话 在VBA里面叫常数 叫常数 你可以给一个常数 或者是你后面可以等于1也可以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 你可以用这个名称会比较OK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用数字的话 将来你程式给别人看 别人会看不懂 但是用名称的话 奇怪 就XL开头大部分都是常数 就是定义那个名称的意思 那会比较看得懂 自己也会比较看得懂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今天要产生一个是10线的话 实际上在这里就连续线 那你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什么 复制起来 对不对 贴到等于后面就可以了 那同理可证 如果你将来不是要10线 你要什么线 反正这么多线 你就自己踹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复制一下 对不对 把它怎么样 如果等一下用把它缩小 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后面就好了 诶 程式写完了 这个结果跟刚刚录制聚集 是一模一样 可是录下来 录非常多 但是这个只要一行 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其实VBA它也是一种 有点像是比较偏向在 就是我们的自然语言 那只是说 它的陈述方式是必须要用物件导向的这种概念 跟它讲 跟它沟通 它就听懂了 你不能在那边写一大堆 所以你如果要能够跟 就是电脑沟通的话 那你当然就 至少要了解所有的物件 物件的这个导向观念 那我们就利用物件 所以就是物件的应用 属性跟方法 好 做完的对 做完之后的话 那再来实际上 要把它清除掉 然后按下去 有没有实现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今天我不要实现 我要虚线怎么办 虚线这边有没有 虚线嘛 虚线是这个 有没有 那你就把它复制嘛 然后再把这个程式怎么样 改 按右键编辑一下 或者你跳到这里面来 把后面的参数怎么样 改成 这个 这个参数 那试一下 其实应该可以盖过去 有没有 虚线的 马上OK了 有没有 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所以其实你学会这个 lifestyle 其实里面有一堆 不用背 其实 只要懂得一个诀窍 很多东西都会自然 就会让你找到答案 有没有 lifestyle 反正你只要知道这个物件的名称 它还有属性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传它的那个相关的名 这个参数的名称的话 那没关系 你按F1里面都有相关的参考 官方说法都有了 OK 好 那第二个是 我们当然已经了解了 实现 有没有 虚线 还有什么 点点线 反正这一堆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把它练习过 那我们原则上 OK 加上那个线条了 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 除了说要加线条之外 我要能够再把它换成红色的 那怎么做 有没有 经常用到 就是除了要 这个线条 然后再来就要颜色 那颜色部分的话 其实顾名思义 上礼拜好像讲过 有没有 Orders点的 点Color就好了 那我讲过了 你只要以后 遇到那个 只要要上颜色的话 那你就记得什么 RGB 有没有 那红色很简单 有没有 RGB OK 255 逗点200就好了 颜色就过来了 所以也是再加一行 所以加在哪里呢 也许是你就把那个 上面的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 复制 然后贴上 贴到 这个上面 因为我是把那个 那个说明档 抠下来当注解 那再来的话 就是加上红色 红色在这里 就是把上面这一段 复制贴到底下 然后呢 Sub名声加个红色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说 加一个红色 先把颜色加上去之后 然后再来就怎么样 再来就是说 我们加红色 红色部分的话 实际上也很简单 点下去 它会有个 你打个B Order 然后呢 再Back回来 点什么 点Color 自动会出现这个属性 其实我建议 如果你要彻底真的完全了解 那个BBA 反正有空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 这边有哪些属性 当然你不用背 但是你可以用 用Try的 试试看 这应该都 大部分都可以背理解 不过有一些属性 可能暂时不会用到 但是有一些 其实可以背 比如说出戏 这个就是这个 Wait 不过它有些 这个名称 不见得跟你所想的 是完全符合 但是有时候 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试一下 要不然你不知道没关系 在上面按一个F1 它会跳出 那个属性的说明 你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 反正累计经验值 这个其实 如果你用久了之后 你慢慢会越来越纯熟 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就会越来越清楚 所以Color的部分的话 那等于什么呢 直接就等于 然后RGB 跟它讲一下 RGB 后面加个后瓜糊 其实你们会发现 我觉得VBA 还蛮人性化一点 就是 它都会给你提示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它的提示 就打成是 就会 怎么讲 就会慢慢 就会越来越习惯 然后越来越不会打错 然后越来越习惯 你怎么想 就怎么写 写就怎么对 有没有 那你就怎么做 就全部都可以自动化了 可以做到非常复杂 你想得到的 那其实主要就是 以前你键盘滑鼠能做的事情 VBA全部都可以做的 所以你说它能做到什么程度 其实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它没有 主要是你想 你要想要怎么去设计 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OK 好 那这个地方255 0到255 0 豆点0 好 后瓜糊 红色的部分就完成 那完成一样 我在这边加一个按钮 加按钮之前有讲过了 所以就自己再加一下 那我们按下去 就加上一个什么呢 红色的实线出现了 那再来呢 最后同学就有问说 老师那可是问题这个一般除了最细的线之外 我还是希望再加一些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 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个 加框线应该很熟吧 其他框线 我习惯是从这边进来 那它基本上这个是最细的线 这个是 这个是次粗的 再来是最粗的 OK 所以会有大概三种粗细的线条 然后还有这种各式各样 其实对应到VBA 反正VBA里面都有对应的这个格式 反正你看得到的 其实VBA里面也都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改成这个 最初的框线 那一样全部外框跟里面 通通加上去的话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在VBA里面怎么写呢 其实很简单 实现红色加这个出线 那实际上又多了一个动作 最后的话就是 请各位把这个地方 再加上一个这个 这个属性 叫wait 所以你就打这个 W开头 它会自动跳出这个 然后等号 可是你不知道这后面要加什么 我刚刚是加一个4 不过其实你也可以不要加数字 那答案一样 按F1 有没有 打一个 你不知道这个属性 对不对 有没有放上面 按一个F1 再来呢 它会跳出这个属性的说明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点它一下 这边也有什么 你会发现 其实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参考 如果需要传值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有没有 如果最细的是传这个 那如果适中的话 来传这一个 然后细线 所以其实好像有最细 总共有四种Size 那当然如果你要最粗的线的话 最宽的线的话 那就这一个 那你可以直接后面输入4 或者是输入这一个 这个是它的名称 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 放到这个后面 把它贴上去 好 程式就写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当然你如果之前是用录制聚集的话 它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它就是洋洋沙沙的 这么多了 这个只有一个做框线的 有没有 就这么复杂了 但是如果你用VBI撰写 其实就只要一行程式就搞定 所以其实有人问说 常会有人问说 那老师 录制聚集跟VBI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边就很明显 然后 有时候 用文字叙述 有时候不如就做给你看 你就知道了 OK 所以请各位 再把这个部分呢 稍微了解一下 那最后 还有一个什么 清除框线 框线要怎么清除 也是一行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用录制聚集 它不只一行 其实就是LightStyle后面怎么样 加上一个什么 XL NUM 没有 这个好像前面在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的范例里面也有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最后的解答 如果你担心说你做 你做不出来的话 反正我讲过 在哪边呢 在逻辑函数里面的程式 云端上面都有 所以你把它打开来 这个地方有没有 就我刚刚这个 这一行 这个是加10线 那上面这个是注解 有没有发现前面都单影 绿色的字表是注解 它不会被执行 那主要我是把那个说明档 直接贴到这边给你们看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有关那个框线物件的相关说明 那其实我翻了坊间的书籍 很多本 几乎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甚至完全没有提到 框线物件怎么使用 那我想应该这个已经算够简单了 那另外也顺便就是 给各位一些观念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要把VBA学好 真的不是用背的 其实它里面 就是告诉你一个原理原则 物件导向的这种观念 你只要知道物件 哪一个物件代表是框线 那它里面有哪一些属性 那它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改变它的所有的外观 那类似的这种概念 其实相当的多 在VBA里面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应用 那后面如果有机会 我们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也许有一些即便是没有讲到 但是你利用类似的概念 其实也或许你也可以找得到 怎么做的这种 这个方式 因为你自己也可以找出一个答案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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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